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今天繼續我們的大肆回顧 因為講了相機、鏡頭 在攝影界今年都叫做多糟多奶多風多雨 但如果講到大肆回顧 那就更加誇張 因為攝影行業來說 就算有沒有這個疫情 其實本身都很受到媒體 經濟影響 對 受到媒體的影響 以及受到電話的影響 電話 手機 有鏡頭的手機 對 因為以前我們每個買攝影時 其實以前的相機是一個 好像Colin所說很受經濟影響 因為是一個luxury產品 一個有錢人的玩意 然後慢慢變成流行文化 或是廣告媒體的工具 那麼多年不離不棄都會在生活上拍照 但到今時今日 電話機器又流行了 又便宜了 每個人都有 網絡、媒體全部都可以 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 用手機拍照 很方便 這幾年真是 那個賣數 相機的數量真是下降 是啊 那個媒體真的有過激 到差不多你Instagram 每個人都要做 相機的連貫性 根本上都不夠方便 你不要說相機 你連手機的accessory都被他玩死了 以前 當我們手機只有一個鏡頭的時候 就出了很多支鏡頭 給那支鏡頭銅 好像那些子彈一樣 上子彈轉來轉去的那些 那你怎知道買完那個梯東西之後 轉眼間 每個部機都說三眼仔 三支鏡 四支鏡 五支鏡 已經鬥多了 是啊 快後面的背部鋪滿了鏡頭的了 是啊 唉 所以 沒辦法的了 時代這樣向前走著 手機的思亡越來越大 哈哈哈 又去講話 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隨著時代的進發 有些東西就未必留得到 現在屏幕見到的CPplus 這個可以留下的 是 online 是的 online 這個是可以留下的 我都收到他的邀請很好笑 online 這麼厲害 是啊 那 最初我們大概3、4月份的時候 都說到說 他們會Postpone 那麼 但起碼那個組織 因為其實CPplus 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展示 只不過是一個展館家多不夠半個 那個是賣二手東西 那現在ATRA要不要參加?趁著Online 他是為了收了人的錢就要做些事情 那個展會就打算搞Online就不用太多錢 所以努力這樣發電郵連絡都收到 告訴別人我們有工作的 其實都不用賠錢 不可抗力 一向簽約都是這樣 人家只收了Deposit 分三期 那你要繼續Online做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收多少錢 可以收到Media Charge 但中期、美期都收不到 起碼我們可見將來是下個月 1月20日就可以和大家見面 很快 那我們就可以直擊CB Plus的報道 是啊 之前我都不記得 我的朋友跑倫敦、東京、馬拉松 21年會不會好一點 真的2020年很難捱 剛剛我們今天都看到倫敦 應該說在英國整體Admit 都說給大家聽 那個病毒的基因是真的易變 即是那個印度神童又說中了嗎 不敢說太多了 好像說2月、3月都會有另外大規模的疫情爆發 唉…那我們說一些災灰一點的新聞 2020年最爆發的攝影界新聞 對啦 就是剛才說CB Plus就頂得住 Photokiner就頂不住了 真是頂了50年 但他們都正式說一句 不是喔 70年啊 Joy 70年啊? 是啊 50至20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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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不是每年都舉行 是啊 是啊 他是雙年的 雙年展來的 但是真的70年之後 都捱不到過去了 是啊 真是戰後到現在 是啊 但是都經歷到就是 以前相機歷史背景 所以旗艦王國都是歐洲 最興旺是那個年代的 50年代、60年代 然後是70、80年代 是吧 由歐洲變成日本 到現在這樣 現在是美國 現在是美國 現在是社交媒體 是美國 所以就 這個真是後悔無期了 講到明已經是 是 是 後悔無期的 除了一個展會之外 還有一個後悔無期的 這個真是很心痛啊 這件事 大哥 真的Olympus 雖然我自己不是用4.3 但是我身邊都不少用4.3的機器的朋友 其實手機的進步 真的是 最直接打擊 真的是4.3 這個系統 是啊 唉 你是用家來的 我是用家 我是用家 我是從來沒有用過的 我是用家 我是 如果說帥仔 其實Olympus 真的很帥仔 是啊 我是因為外表而買了EM5 我覺得後期Pan才會漂亮 Pan就更加漂亮了 但Pan是Red儲回它的Pan機 Pan MF Pan MF 唉 真是 半格 以前菲林半格 其實真的 是可以變成量 賣這麼多部 但是變成數碼之後 這件事真的發生不了 真的 是啊 Olympus的Pan半格是破紀錄的 就是全世界攝影相機的No.1 當年 是啊 當年我買最高峰的時候 我都保持了4部 是啊 因為Pan是一個成本 但是數碼之後 不是成本 因為你按幾一張都這麼多錢 唉 所以又是一個時代的改變 那 照內規鏡才看到它 唯有 是 不想見了 大家定期都要見一下它 但是它又有出身鏡的 都古靈精怪 好像都在走的 那個系統都是 是 它自己說會借私雲雲的 但是 即是當疫情關係 令到 都已經 這個行業都難捱了 那它說繼續借私雲雲 如果不賺錢的借來 還什麼雲呢 那不是的 可能那螢幕的相機 可能有其他牌照會繼續走 例如影片的機 影片的機都會走 很難搞 你想一下 像Canon一樣 它都把影片變成RF螢幕 對 沒錯 是啊 不過這件事也是騎 很難想像到 就是 JIP 其實它那邊 都是想把它 還值錢的東西 繼續可以買下去 但是 都很難 看到 其實 4.3是 即是算全球 因為日本本土 4.3是買得很好 是啊 很多人用 很多人用 但是算全球的時候 即是 市場的銷量不足 那他們也要讓步 其實 底部邊緣的公司 也不只是 Nikon 也差點撿兩次 幸好現在都出了一些新機 還有一些好的產品 除了經濟角度之外 其實不一定是人禍可以是天災 剛才說到疫情這麼誇張 是一個天災 因為疫情的人無法上班 令到它提供出現問題 但其實都應該說 晶片製造商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令到相機出不到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真的有Fire Breakout Canon的晶片廠商出現了火災 在10月份 令到他們的芯片的供求量不夠 另外它在泰國方面的廠房 亦都是疫情關係之後 產能都是不斷下降 所以好像我們想說 G70-2004缸也好 都不斷在押後推遲 暫時說2021年的3月才有 對 其實這件事不單是出現在Canon 其實我們身邊 無論Canon、Nekan、Sony 其實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不過產能下降和一個時間 需求都下降 因為疫情關係 相機是一個消費產品 主要來說 還有可以飛的人才會好想賣相機 對 疫情關係 大家不能飛 就變成了連相機都賣少了 產能下降 同一個時間需求都下降 這個真的在相機行裡 都很大的一個影響 不過對於Marketing的朋友 就好一點 起碼你產能沒有了 要到那些機器在有限程度都賣得完 那就補得住這份工 這個時間 對 如果這個時間補不住這份工 真的 都幾麻煩 要真的保持自強 Slasher做很多事情 講完產能的問題 其實除了它本身需求下降 其實除了還有很多外界因素 令到一間公司 無論是在生產廠房方面 都要有些改變 以前大家用Nikon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它本身製造廠商 都是M.I.J. 真的有本身製造廠商 但到現在 真的經過了70年歷史 Nikon也下了一個這樣的決定 就是說它民用級的相機生產 不是試光光學那邊 其實都在計劃要搬去泰國 所以都跟著Sony走 對 泰國其實 生產方向裡面 其實很多電子工業都真的發生了 就是我們 最初我們常常用SSD HardDisk 其實都很 SD卡 很大量都是在泰國生產的 我早期 十多年前 有些日本牌子的腳架 已經是泰國做的 Fairbon Snake 是啊 Snake 是啊 都是 那 就是都見到 但是其實 去了泰國之後 那些質素是完全不差的 是啊 OK的 是啊 那這一點 我想Nikon 其實他們的決定都很慎重的 那 它都是找回一個 地區的生產地方出來 可以保持到他們的光學優勢 其實 以他們這麼保守的一個品牌 肯做這個決定都不容易的了 是啊 就是 我覺得一定是好事來的 就是 由於它已經是 之前虧損了 嚴重虧損了有兩年 那間公司都很難得保得住 那其實 做回這些決定 對於股東也好 對於他自己的品牌可以走得更加遠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啊 最好就不要本去越南 為什麼呢 如果做電子產品的話 我聽 經驗得知 很多 就是越南是都想 想自己擺到去到 泰國的那種程度 那 但是其實 越南到現在這一刻 他們 做代工 做生產裡面來講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的環保跳躍 沒有完善 所以通常都是一些 Fashion Tesla 但是泰國現在政治不穩 都不是現在的了 都是這樣 但是 泰國政治不穩 我們身為香港人 其實他都很穩定 不過不要緊 美國都不穩 都沒有哪個地方去穩 穩了這段時間 是啊 真的瘋了 反而疫情關係 某個角度裡面 可能令到 那些地方的政治 是會暫時大家 控制一下地座 先的 是啊 解決了一些嚴密至急 好啦 那我們 先說一下 那些厲害的東西吧 唉 有點不開心 為什麼 不是啊 我多開心啊 我 不是啊 我剛剛最近 不斷看這個M1有多厲害 然後最近 今天才發現 國內那些網站都很多 很多厲害的人的 寫程式啦 不做YouTuber 很多人都這樣說 第一句就說 掛閒魚 究竟為什麼 什麼叫掛閒魚啊 阿嘉豪 閒魚就是內地二手網來的 哦 將舊機掛閒魚 買一部新的M1 是啊 那舊機的價格 會在同一時間之內 就會推到很軟 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收過我的MacBook Pro 我有兩部 好啦 總結一下呢 我看我對這個M1的結論 那是剪片啦 剪片啦 執照啦 Lightworm Photoshop 還有Premia Final Cut Pro 都有看過的 然後有些程式的工作人員 他們都說 M1是快了很多的 超過一半的 有可能 因為它不限定 是超過一半的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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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通常 用Apple機的朋友 都是兩代就換一次 是 那舊那一代 又不會賣 因為放在這裡 廢話 有些什麼事 會幫忙 是 那高年 你終於捱出頭了 你那一部都放了十多 哈哈 沒錯 那部Air 那部Air 還在這裡 又在這裡 在這裡 捱出頭了 因為其實它不需要 一萬元的機器 都可以足夠我們平時 那些普通片的剪片 是啊 還有 現在 阿Joey就丟到白板的聲音 跟得這麼貼的那些 是啊 還有都要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在很 很短的可見 將來裡面來說 是會見到 因為現在它推出來的那部 那顆chip set 只是一顆focus 給MacBook Air用的chip set 還有所謂的MacBook Pro 的chip set 都不大屏幕 小屏幕 其實那個core 是四塊四萬 都已經快到爆爆聲了 還有它都說明 它那個ARM的架構 其實是很輕鬆 可以將它的core 複製很多倍 而令到它的performance 是幾何級地上升的 那你在幻想 如果遲些用MacBook Pro iMac 甚至乎Mac Pro 是說24個core 或者32個core 你想想一下牌是怎樣的 那 是不是Apple特別厲害呢 是不是台式的特別厲害呢 就當然不是 不是 他們都在提及說 因為其他品牌是擠牙膏 一樣都是擠牙膏 真的 所以當Apple 它將chip set 還要好好利用 其實這件事呢 根本上 Apple一直都沒有擠牙膏 原因是什麼呢 它一直把chip set 放在你的手機器上運用 我們很早已經說 拿一部iPhone剪4K 這麼快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iPad 全部都賺到錢 賺到片 很奇怪 為什麼我一部iPhone剪4K 馬上的風扇 它獲得很累 用iPad 但是當Apple 都正式把ARM整個architecture 因為它是挑戰Windows的 意思就是說 你本身 你的iPad App 那些人說 為什麼電話這麼快 因為iPhone寫得好 其實不是 加上chip set的配合 是做得非常好 那這個 Apple走的這步 我現在ARM 是可以擺到擠牙膏 或者擠牙膏上用的時候 令到連Windows也要清醒 Intel也要清醒 AMD也要清醒 不是清醒的 他們是清醒 做一個另一個系統 因為我發現 這麼多年來 在PC按號 可能是PC 發現進步 不太快 很慢 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去到這部M1 大家都覺得是另一件事 好了 我們說完這麼多好消息 因為都是2020年的事 說回它的壞消息 2020年都沒有什麼好事 因為蘋果就是這樣的 因為它搬廠 之前 就把生產線 由中國搬到印度 印度就出現暴亂 在工廠上 這段時間都是這樣的 到處都是這樣的 印度暴亂 現在台灣那邊 就說我暫時不接 接下來的Apple訂單 是廠說不接Apple訂單 這麼奇怪 很奇怪 因為生產線是一環扣一環的 如果上流出了問題 下游要吃那些糞便不願意 他就說 你先搞定你的蘇州糞便 你才好過來了 現在就會有少少影響到 新的相機 手機的 差不多一台相機 我覺得 你好像沒得選擇 你剛才沒得選擇機 剛才你買新機 沒有人會選擇 封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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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閘機 貪回陣 才是封閘 這樣說法 就是說 台積電是害怕 生產這些chipset之後 他給了Apple 他在印度沒有人組裝 不是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現在是印度組裝員 拿回來的 去台灣的維創 維創那間公司 維創不收 維創就不知道 維創不收 不是台積電 台積電很早的 在上游賺光 那些錢 台積電沒事的 但是下面那些有事 現在好像轉到經濟頻道 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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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Apple說 明年9月就有Apple Card 公佈了 又說一些好消息 是否大家消息 果然是技術分析員 不斷轉方向 不斷轉方向 是啊 是這樣的 現在有沒有持有的呢 有的 現在有持有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啊 但是以Apple來計 Apple是一間 電子科技公司 以及人工智能公司 當他要打開Apple Card 其實他可以改變到 事件 不是我們現在說的 比亞迪 Tesla 做一些 機電的事情 是順序自動駕駛 Tesla 做自動駕駛的系統 都很延遲 所以就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 Apple跟他合作 還是怎樣 我覺得 好了 不過Tesla 說了 可以自動駕駛 都好這麼久 但其實很多國家 都還未 公佈 公佈 其實就不是 國家 作主的 也不是Eon Mars 作主的 我們都是看華爾街那群人想怎樣 又或者Deep State那群人想怎樣 真的不知道怎樣 所以現在世界是癡了 我們可以繼續 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 為什麼整個2020年都是說這些 這個又沒有了 那個又沒有了 經濟不好 下行下滑 就是令到這些 優惠產品 其實如果我們說其他行業 是不是更厲害 那也是 其實這個就不關事 因為香檳大廈 就趕了要拆很多年 就十幾年了 是啊 就是一直都說要拆 終於就是今年拆了 就是今年要走 那就好像沒有芝士麵 我們上次都吃過 下面還有這個星座冰室 這個番茄面也是 好像還在 就是大家都還在鬥走到最後一步 是啊 但好像陳鴻在想要搬舖 是嗎 搬舖 買了的了 不知道 有機會我們再過去看看 再帶大家去看看 是啊 好 最後這一單 還不是 還有一單 最後一單 最後一單 很新的 正式 美國政府正式對DJI 所以就暫升了去 這個什麼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我覺得DJI就很無辜 其實DJI是很慘的 因為它是一間混血營來的 其實DJI是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內地學生 創立的 當時是拿了 就是它在那個科學園 那裏拿了一個資金 之後呢 就回到深圳那裏發展 然後有一個美國的資金 和它一人一半去營運這間公司 所以嚴格來說它是一半間明星公司 是 那 完全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 唉 就是有一點點 到中國元素都被人打了 現在 是啊 但是始終 你又會飛 又看到這麼多東西 那都是尷尬的 Anyway 在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是不是都沒得玩的了 不是 但是現在不讓它飛 是呀 封宅有得買的 是啊 是啊 但是現在不讓它飛 就是一件事 它另外一件事 就是會勒著不給DJI 就是不會供應高級芯片給DJI 那變成了接下來 還有沒有這麼好的產品出來 都會成為疑問了 是 唉 真是大件事 大時代 是啊 是的 那這個大時代 是啊 有什麼想說呢 我想說 就是說 其實DJI 就是 航拍機 其實有這麼多牌子 DJI 贏都是贏在AI 所以你說 芯片一 stop DJI就沒有了 是啊 不要說大時代 對 這個大時代 有間公司 就崛起了 是嗎 是啊 很可憐 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最後我們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是 這個微距環好像很棒 其實真的很棒 這個跟Leica微距環一樣 是給Leica的鏡頭 用在Leica機身的一個微距環 好 即是Leica M鏡 在Leica機身也有微距環 那有LiveView的遊戲 就很好用 是啊 是啊 這個價錢真的很便宜 是啊 過2,500元其實也不太便宜 是啊 但記緊 它並不是Leica推出的 它是支援Leica Ultra Lab Leica自己推出的那個 就差不多800元美金 嗯 那就很便宜 相對的 這些東西 有興趣的就PM我們 可能給你一個Discount Code 或者遲些我們會拍一集 是啊 都要提回 這個網站買的就不少 除了鏡頭 Adapter 還有一些Adsorcery Gimbal iPhone殼 還有很多小配件都有賣的 例如藍牙耳筒 Lens hood AF adaptor 其實都有 其實Lens hood 怎麼說呢 如果可以去旅行便宜 即是現在這一刻 Discation都不可以去 是啊 Flycation 算了 算了 買住先吧 60元而已 60元是小的 小那個 建議買回大那個 看這部機器有多大 現在的機器這麼小 我們買的鏡頭都這麼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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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都會 即是貨就放了這麼多上去的店 我們都沒有時間 慢慢慢慢的去 和大家介紹 做review 是啊 是啊 我們接下來應該在排隊做review 有iPhone case 是啊 這個防水殼 build quality 非常好 咦 打爛東西 可以 真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做工一流 要做試水 但是就算你 做job test 是啊 它外面的軟膠 那個損口位 那些摺疊位 都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有時間要慢慢拍一些片 給大家看一下 是啊 還有我們那個窮L Leica 系列都來 希望在年 即是2020年最後 看看可不可以最後一集 因為太久了 太久了 是啊 這樣 好了 今次這個2020年的大小回股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完好的結局 是啊 下年的美好的將來 明年就 希望明年有很多光 是啊 有比較就好了 今年那麼差的話 是啊 一定要好啊 勇極必反 是啊 希望大家可以 飛出去拍照 拿著相機去拍照 快點 大家可以 那些人 一會兒 我可以